婚姻里,不要忘记对另一半说声谢谢。 一直以来,我觉得自己的人缘还不错。 职场上得老板信任,有同事支持, 朋友中有闺蜜珍惜,有知己不弃。 我心存感恩,并很乐于表达感谢。 在当年还没有LINE的时候, 凡得到他人帮助,我都会发一条真心实意的简讯, 或用心准备一份适宜得理的礼物, 或安排一顿周到细腻的宴请, 以充分表达我的心意。 这个习惯让我很受益, 它让我跟一些原本只是泛泛之交的人, 感情油淡转浓, 从客户成为朋友, 从同事成为好友, 从熟人变成知音。 但是,我却从不知道, 在婚姻里, 我如此吝啬对另一半表达感谢。 更讽刺的是, 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问题, 是从指责对方开始的。 2013年, 我和仗居宜居的城市黄岛, 发生了输油管线爆炸事故。 我当时手头正有一堆工作, 忙得不可开交。 网上弹出新闻视窗, 我才发现, 爆炸的街区正是公婆所住的街道。 那时老公出差, 跟随考察团在海上做项目, 一个星期都没有信号, 没有网路, 根本联络不上。 公婆的手机始终打不通, 我开始感到害怕了。 我放下手头全部的工作, 开始上网查更新的资料, 爆炸的严重程度超乎我的想象, 通往爆炸区域的路, 已经被封锁了, 高速公路停止通行, 外面的车进不去, 离民的车出不来。 那是一个下午, 我人生中少有的慌乱、 紧张、 无措的时刻。 老公在海上飘着, 无人可以商量, 我对黄岛也是人生地不熟。 紧急之下, 我请黄岛办事处的同事帮忙。 由于我们办事处的地址 离爆炸区域较远, 通讯未受影响, 他们不停地帮我联系, 打电话告诉我实际的状况。 我终于在两个小时之后, 打通了婆婆的电话, 紧急辗转让她与我的同事接上电话, 最后同事开车将他们送了出来。 当天晚上, 我把公婆接到青岛, 总算全家平安。 三天之后, 老公出差回来了。 老公的姑姑来家中做客, 她得知了整个经过, 对我赞不绝口。 姑姑说, 多亏我们有爱玲这样的儿媳妇, 关键时刻全靠她, 我得代表老刘家感谢一下。 我知道姑姑作为亲戚和长辈, 这话是真心的。 其实, 谁遇上这性命攸关千军一法的时刻, 都明白什么婆媳矛盾都得先放下, 保命要紧, 这是为人子女的责任。 但听到这些话, 我心里还是暖暖的。 老公虽然也一直附和着, 却始终没对我说什么。 直到晚上临睡前, 老公始终跟没发生事情过似的, 我终于忍无可忍地爆发。 我大天整整忙了一下午, 脱关系找同事, 拼了命地把你的爸妈接出来, 你连一句话都没有吗? 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她这才一惊, 意识到了我的不满, 慢慢地说着, 其实我在心里挺想对你说声谢谢的。 你在心里想有什么用呢? 你说了吗? 你在心里头说给空气听吗? 我气呼呼地上了床, 气得睡不着, 背对着她, 打算开始我最擅长的冷战。 等情绪平复下来后, 我开始静心地想, 类似的付出, 她为我和我的家人也做过, 但我说过谢谢吗? 我努力搜寻记忆, 想找出证明, 很可惜, 一句也没有。 人除了对自己以外, 无论对谁, 都应该有礼貌。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告诉我们说, 爱是不失礼的。 请你记得, 在家庭里有难处, 许多时候都是因为小小的事情。 一个人最没有礼貌的时候, 常常就是在家里的时候。 有许多人以为, 妻子是我最熟的人, 丈夫是我最熟的人, 因此就把礼貌丢失了。 请你记得, 人生的接触所以有意义, 所以美丽, 和礼貌有很大的关系。 一把礼貌拿走, 人生丑恶的方面都显出来了。 所以, 不管人是多熟, 礼貌还是应该维持的。 有一个弟兄解释得很好, 礼貌好像机器里的润滑油, 机器有了润滑油, 运转就很顺利了, 这是真的。 两个人的相处, 一没有礼貌, 摩擦就发生了。 一没有礼貌, 不舒服的感觉就生出来了。 水深之处, 分享让更多人认识这位自服的神。